有40年历史的仁爱河滨商城 可以看到钢筋整个裸露 而且还阳台整个塌陷 现在被公告为围楼 下个月即将拆除 仁爱河滨商城总共三栋 共有249户 当年新建时疑似用爱河水 建物结构被鉴定出含氯离子超标 俗称含沙屋 如果以当时的耐震的评估 但是儿子已经超过70分 可以达到围楼重建的一个标准 住了近30年的张家粮老 屋内天花板都塌陷 围楼只能一补再补 天天睡在惊孔中 现在被公告下个月强拆 民众有些措手不及 即便横赶住户都愿意配合拆迁 仁爱河滨商城 还是高雄市第一个自发成立都更的社区 市府也协助安置住户 加速都更 因为城中城烧出围楼楼问题 不能再坐视不管 大爱新闻家新陈立伟高雄报道